古代的大户人家的男人基本上都是三妻四妾的,皇帝后宫更是家里三千,那种生活在现代男人看来简直是羡慕的不得了。 事实上,很多帝王的后宫中,妃子和姑女家在一起都不到三千人,而那些有着三妻四妾的男人,他们在六十岁之前都必须遵守一个规定,那就是轮流和妻妾同房,若有人违反这个规定,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。 古代女人地位都很低,特别讲究一女不能失二夫,如果丈夫中途去世,女人只能守寡,不能改嫁。 后来到了民国时期,很多人的思想都有了转变,不仅女人开始上学,读书,学东西,还可以有自己的事业。 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位民国女作家余美颜,她不仅是民国第一美女,还是民国的才女作家,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嫁了人, 但是丈夫要赴美做生意,年纪轻轻的余美颜因为抵不住孤独,就只身一人去了广州。 余美颜到了广州以后,经常穿着艳丽的衣服,穿梭在各个舞厅和酒会,那些男人们纷纷都拜倒在了她的十六群下。 据统计,从她十九岁到二十五岁这六年时间里,除了谈了三段恋爱外,还跟三千男人有过亲密关系。 这还不算什么,最重要的是,这三千男人都是她喜欢的人,她心甘情愿免费和他们在一起,还在空闲时间将自己与这些人的事情写了一本回忆录,用来纪念她的爱情和那三千男人。 后来,余美颜在她二十八岁的时候看破红尘,于是在香港去上海的轮船上一跃而下,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。 她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,愿来是做一名纯洁女子,得到真正自由。 如果当时余美颜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,没有去广州,也许她还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